但由行政院统合 这个是透过什么 但由行政院怎么样呢 但是由行政院什么 但是由行政院统合 从内容上来看是这样 从行政院 由行政院统合 所以这个部分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部分各位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你从要素上来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真正出题的抽象领域 我们出题的时候 其实不太管这个大纲 这个出过题或者是越过卷的人 很明白的就知道一件事情 尤其警大的消防老师 都是越过卷出过题的老师 从内容上来看 其实我们的概念 是这样建立过来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们才会看到 现在的命题大纲 因为考选顾命题大纲 不是他自己写的 命题大纲是出题老师 跟出题老师开会之后再拟定的 这个应该可以讲吧 这是实物上的东西 应该没关系吧 这是知道出题内情的人才知道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体系结构之后 我们后来为什么你们会觉得 奇怪考课为什么会变革 因为那个时候开会的时候决定了什么 那时候开会的时候决定采取什么 决定采取这个体系 所以才把命题大纲重新调整 虽然看起来还是很僵化 这个时候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件事情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弹性的 你就直接弹性的 考标题就三个 一个消防 一个灾害管理 一个紧急救护 就不用拆成四个了 就不用拆成四个了 你只要在消防法规里面拆成两个就好了 可是他后来采取四个做法 他就把什么 他就把危险物品管理 没有把它 就把它什么 就把它独立出来 可是实际上我们出题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出题的时候是这个概念 实际上我们出题的时候是这个概念 为什么 因为变成四个 有人说 也有人说 这拆成四个好像不是很妥当 可是这样看起来 对考生来讲怎么样 对考生来讲好像比较明确 好像比较明确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修订命题大纲的时候 有提到过这个类似的事情 所以就后来就决定这样 后来就决定这样 所以那时候也有认为说 应该要一二的部分是 火灾防救消防执法跟危险物管理 然后第三个才是开始讲灾害管理 是这样 也有人讲过这个说法 可是这个排序的时候 我们后来就按照考学部的意思去调整 原则上是这样子 好 那各位就知道我们主要的范围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各位注意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强化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强化这个部分 先知道消防法跟消防 先知道什么 先知道火灾防救跟消防执法的核心法规 它是什么 核心法规 它是消防法跟消防法设行细则 各位要先了解什么 各位要先了解这个部分的领域 好 我们知道命题大纲之后 各位也知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帮各位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小节的复习 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 我们必须要掌握各个 我们必须要掌握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掌握考课之中的各类 怎么样呢 考课之中的各类专有名词 所以你从内容上来看 这些部分里面都有什么 这一三二四的部分全部都有什么 全部都有专业名词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从内容上来看 从内容上来看怎么样呢 从内容上来看就是什么 从内容上来看在这里 就是核心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呢 核心的部分就是什么 核心的部分 你要先掌握一切的专有名词 然后现在各位已经看过命题大纲了 对不对 看完命题大纲之后怎么样呢 看完命题大纲之后 各位就要开始知道什么 我们开始进入什么 进入我们的怎么样呢 我们有说明授课目标的部分 那说明授课目标的部分 其实就是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对于试体解析的概念 来加以掌握 结合我们对试体解析的概念 来加以掌握 你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 这个我补一下 我们的消防法规的部分 当然是以什么呢 当然是以内政部 这个部分怎么样呢 这个部分当然是以什么 这个部分当然是以内政部为主 消防法规的部分当然怎么样呢 消防法规的部分 当然是以内政部为主 那内政部为主 各位注意下 如果是危险物品管理的时候 除了内政部之外 除了内政部之外 因为危险物品管理 它有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能源资产的部分 或者是能源资财的部分 内政部跟什么呢 内政部跟经济部都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能源的管理 是经济部的事情 不是内政部的事情 但是能源安全的管理 是两个部会 必须什么 两个部会 必须进行跨部会合作的部分 所以从新的初题思维 也就是从我们改 什么呢 从我们改考课之后 怎么样 从我们改考课之后的思维 各位就可以发现什么 各位就可以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 消防法规 也就是整个 我们消防及灾害防救法规 它的核心概念在哪里 它的核心概念在 它都是什么 它的核心概念在于怎么样呢 我们的理解都是什么 我们的理解 当然都是什么 当然都是以内政部的基本权限 或者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的 基本权限当做一个核心内容 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什么 千万不要忽略跨部会的概念 千万不要去忽略怎么样 千万不要去忽略跨部会概念的重要 是这样的意思 好 到这里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如果到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到这里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看什么呢 我们就要开始看什么 我们就开始看我们第三个 授课目标的部分 我们就开始看我们第三个 授课目标的部分 前面的基础讲解时间不会很长 因为我们的法规很多 因为我们法规很多 需要怎么样 需要更足够的时间来整合 来跟各位说明 还有你怎么样背会比较顺利 其实就是法规记忆背诵的一个主要的能力 那要怎么背比较顺利 其实对各位来讲也是相对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页的授课目标 请各位看一下第四页的授课目标 第四页的授课目标 我们原则上怎么样 原则上有什么 原则上有三个 各位看一下 第四页有括号意 培养自主理解法规的能力 再来 第五页的部分 括号二 有没有看到 熟悉关键的出题法规 第三个 各位看一下第七页 有没有看到 养成良好的解题实例 养成良好的解题实例 所以这三个是什么呢 这三个是我们主要的什么 这三个是我们主要的授课目标 我们都会订定授课目标 这也是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三品比较好的 比较有制度比较好的原因 因为有的时候上课 我们当然知道这一颗是法规的试题 可是法规你就是背 法规你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比较好的方式 你就是用背的 可是你用背的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背 你背的技巧是什么 你背的方法是什么 以及在考试的时候 你要如何把这些法规 从你的记忆库 或者是资料库里面 输出到试卷上 输出到试卷上 所以从条件上来看 我会觉得 定例授课目标是绝对必要 定例授课目标是绝对必要 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三品在这一点上 做的比其他的这个房间的 其他的版别 还要好一点的原因 还要更好的原因 所以从要素上来看 第一个各位可以发现 第一个要培养什么 培养自主的法规理解能力 这个就比较重要 我们要稍微看一下 讲义的内容 各位看到 第一个本科是法规考科 所以他主要提醒 通通都是以法规的内容为基础 他没有例外 通通都是以法规的内容为基础 比如说102年消防警察人员特考 三等 三等的考试 深论题的第二题 各位看一下他的题目 你看他就是考这种题目 那就老师 这个题目怎么都这么长 感觉好像没有很 感觉好像没有很简单 不是 你仔细看过题目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 你仔细看过题目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 你才知道他考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请各位看底下 对于各种灾害的预防复原重建 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 就其主管灾害防救业务的权责是什么 他的权责是什么 行政院为了推动 行政院为了推动灾害的防救 按照灾害防救法第六条的规定 设立中央灾害防救汇报 为了执行灾害防救政策 推动重大灾害防救任务跟措施 依照灾害防救法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 设立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 那按照灾害防救法 中央灾害防救汇报的设置要点 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的设置要点的内容 来说明中央灾害防救汇报 跟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两者的任务为何 所以你立刻就可以发现 哎呦奇怪 老师你刚介绍过大纲 大纲里面怎么没有讲到说 他要考中央灾害防救会报设置要点 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设置要点 他怎么没有讲呢 他没有讲不表示什么 他没有讲不表示不能考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讲灾害管理紧急救护 或者一开始的消防法规的这个部分 他重点都在于什么 重点都在于跨部会的整合 所以就灾害管理来说 他是以内政部为主 但是由行政院怎么样呢 他是以内政部为主 但是由行政院来统合 所以行政院可以订定什么 行政院可以订定怎么样呢 可以订定中央灾害防救会报设置要点 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设置要点的这个部分 他说老师考试可以考 当然可以考 为什么 因为他是整体 抱歉 因为他是怎么样呢 因为他是整 因为他是整体灾害管理的什么 因为他是整体灾害管理法令的内容 因为他是整体灾害管理法令的具体内容 所以你从这个内容上来看的时候 你自然可以发现什么 你从这个内容上来看的时候 你自然可以发现一个很明确的事情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从灾害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 中央灾害防救会报设置要点 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设置要点 是灾害管理法规的类型之一 所以我们出题的时候 当然可以在这个区块里面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相关的试题 而且你不会写这一题就 这一题什么 而且你如果不太会写这一题怎么样 这一题就会什么 这一题就会发生怎么样 这一题在内容跟概念上就会什么 就会发生误差了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他说什么 各位请看一下底下 好 有没有看到他说什么呢 他说中央灾害主管机关怎么样 中央灾害主管机关 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 就其主管灾害防救业务的职权为何 这个我没有另外再解 我只给各位简单的提示 所以你可以看到 请各位看底下 好 请各位看底下 他说什么 他说第一个 按照中央灾害防救汇报的任务 就是按照灾害防救法 第六条的规定 行政院设置中央灾害防救汇报 他的法定任务如下 你说老师这些我都要背 对因为他考试有考 他当然要背 这些你都要背 因为他考试会靠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 不要对这一科抱持着说 我就纯粹系统理解 或者是体系理解 我就可以了 不行 法规 我跟各位讲 讲义里面出现的法规 除非我在上课的时候说 这个各位看守就好 不需要另外加以记忆 其他的都要记 而且尽可能什么 尽可能不要掉 不要掉的意思什么 不要掉的意思是 你背过要重复不断的练习 这一科才能够怎么样 这一科才能够得到高分 拉高什么 拉高你的平均成绩 因为你的活在学 你的一般来说 就考生的这个平均分数来看 不论是上榜生 或者是参加考试的考生 上榜生当然一般来说 各科平均都会稍微比较高 可是以平均来讲 本科你只要肯背 你只要肯背 肯做题目肯练习 只要你具备了这个基本能力 你这一科会变成拉起 其他比较不好的科目的部分 就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学生 比如去年有一个学生 他其他的科目考的不是很好 可是他这一科考78分 可是他这一科考78分 他就拉高了什么 那就拉高了他的基本平均 所以他的最后的一点点上榜 就他消防警察部分 他最后的一点点上榜 他那时候就写卡片来感谢 我就说还好老师你这一科 还好我那时候听老师的话 就认真的去准备这一科 因为这一科是有备有分数 跟那个化学或者是火灾水的 那个状况不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必须要计算 那有的人对于那个部分的计算 在概念上掌握比较不容易 可是这科真的很简单 你只要背就有分数 会背能够掌握背的要领 掌握法条里面的关键字 你就能够拿到分数 你就可以把原本没有机会上榜的这个情况 把他改变 把他改变 就像柯文哲讲的 你改变就会成真 所以这一科的关键 就是你要能够熟记法规 我刚已经不断的讲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出题这样出 对不对 出题既然这样出 你要不要背消灾害防救法第六条 有关中央灾害防救汇报的任务 要的 老师你怎么可能背这么熟 很简单因为我有背 很简单我按照我的方法去背 那我再来要上课的部分 就是把这一套方法教给各位 各位可以学习或修正这一套方法 精准的掌握什么 精准的掌握这个相关内容 比如说我们讲危险物管理 公共危险物品及可燃性高压气体 设置标准及安全管理办法 这个法条名词有没有长 有 可是你考试的时候要不要写 要会用到 所以你要怎么把这个东西 在概念上把它整合起来 用图表化或体系化的方式增进什么 增进自己对法规的记忆跟理解 才是我们这一颗真正的核心 真正在考试的时候所应用到的核心 好 在底下 各位请看一下括号二的部分 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的任务 好 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的任务 各位请看到 依据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设置要点 设置要点第二点的规定 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的任务如下 各位看到 第一个执行中央灾害防救会报核定的灾害防救政策 推动重大灾害防救任务跟措施 再来第二个规划灾害防救基本方针 第三个拟定灾害防救基本计划 第四个审查怎么样呢 审查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的灾害防救业务计划 第五个协调各灾害防救业务计划或者是地区灾害防救计划 就比上一次上课的黑板要好写 不过它相对来讲也比较不好擦 因为它那个粉笔摇得比较紧 好 不过没关系啦 我只是讲一讲而已 好